大家好,这里是邝与Chin 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目前游戏开发的情况 游戏名叫Telford Era 是Church Era的延续,中文名未定 基底玩法应该会类似泰格丽之传5 不过可以随时调整 这类玩法会以角色养成为主 并能与其他角色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能力关系 进度主要以资源库和物件属性编辑为主 并在游戏中自带编辑器,玩家也能使用 这样的设计师希望允许玩家创作自己的人与故事 进而在大地图上与其他角色交互 前段日子的进度比较缓慢 因为在烧脑硬干资源户载入路径等 農逾出大流的玩意 现在大多数的问题都已解决 也做了基本该有的东西上去 搞定了这块后,下一步建置完整的属性编辑 搞好了编辑器,官图也能量产 说实话,这个算不算游戏其实有一点争议 因为暂时还没有完整的玩法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期望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非常感谢! 魔似وا填 魔似 cort 魔似光 魔似 erase Vi Lopez 魔似 光 魔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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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是哥们儿 这片长怎么这么长啊 算了 多聊聊这款游戏的前世精神好了 这款游戏的前作 Church Era 或者称之为教堂时代 是一款策略战棋类游戏 不过销量很惨就是 但慕名被音乐小奶了一口 实属神奇 这还得靠B站各位大佬相挺 非常感谢 CE的声势一波三折 最早是2015年时的专案 用Auto Refresh开发 后来Fresh爆死 2017年时转到Unity开发 2019年 Unity版本上架 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EA版 但销量实在不足以支撑开发 考虑到游戏前景暗淡 我就放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间断断续续更新过一些东西 不过都没发布 其中还包括 目前这个专案的前身版本 2023年换Unity做死 Refresh坑过的我 立刻感到情况不对 直接跳车 现在的专案采用Goda开发 只能说 Goda的功能很齐全 除了某些奇异的编辑器bug外 还可接受 期间还跑去玩了文明六号原神 耽误了好几个月 实在是罪该万死的 大概是这样吧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开发日志 我们下期见